三子者出 增悉后 增悉曰 扶三子者之言何如 子曰 亦各言其志也已矣 曰 夫子和沈游也 曰 为国以礼其言不让 事故审之 为囚子非邦也于 安建方六七十 如五六十 而非邦也者 为赤则非邦也于 宗庙会同 非诸侯而合 赤也为之小 孰能为之大 事作的四个学生 答复了孔子的问题以后 子路 燃友 龚西华三个人都已经走了 还有一个曾希留在最后 因为孔子除了对他的话发表了意见以外 对其他三位同学的话还没有表示意见 意有未足 再向孔子请教 他们三位同学所做的答案 老师认为怎么样 孔子说 没有什么 只是每个人报告心得 表达自己的思想 如此而已 曾希又进一步问道 那刚才子路说的话 老师笑他 为什么笑他呢 我们也许觉得子路的话也没有什么不对 而且很对胃口 有什么可笑之处呢 但孔子告诉他 子路说的是国家天下大事 是一种大英雄 大政治家的事业 要有文化基础 要有学问修养 不是那么简单 而子路大眼不惭 一点都不谦让 自认为很行了 所以我才笑他 至于他说的那个对国家的理想并没有错 我只是笑他太自满 太轻率 至于染球的那套话 讲得也蛮好 实际上 那就是政治家的作为 事实上 方六七十和方五六十有什么不同呢 这里 我们可以引用老子的话来作为解释 现在有些研究老子哲学的 对小国寡民 治大国如烹小仙这两句话 各有各的解释 现在的青年们 在大学里研究文学的也好 研究哲学的也好 研究政治学的也好 拿硕士博士学位的论文 很多写老子 什么老子的政治思想 老子的哲学思想 老子的经济思想 老子的什么什么思想都来了 老子当年自己只写了五千个字 以后几千年来 几千万字都说不完 这些巨著 如果老子自己看了 一定会笑掉大牙 而今天这些论文当中的老子 究竟是哪一家说的 老子也不知道 真正的老子思想 平时简单 只有五千字 老子说 治大国如烹小仙 要注意这个烹字 是慢慢用文火用小火来烧 小仙是小鱼小肉 如果用大火一烧就烧焦了 必须用文火慢慢的烹 这句话也告诉我们做人乃至处事的一个大原则 在混乱当中不能心急 任何一个时代的混乱都有一个关键 慢慢来 逐渐解决 利用太极拳原理四两拨千斤 就是顺其势 慢慢来 如果想一下子用突变的方法把它改过来 往往突变还没有变好 新的毛病又出来了 所以他主张小国寡民 换句话说 他是以地方政治为基础做起 这也是和孔子说的 安建方六七十 如五六十 而非邦野者 这个意思是一样的 无论地方大小 治理之道都是一样的 并没有两样 而孔子这样说冉球 并不是说冉球不对 只是说冉球的思想 用来治大国 治小国都是一样的 这句话如果引用到我们自己的身上 就是无论我们职位大小 责任都是一样的 事工是一样的 问题在做得好做不好 至于公熙华的思想 孔子认为那也是一个大政治家的见地 但是他话说得很谦虚 实际上一个宗庙会同 主持一个庞大联合会议 各国的元首阁员都参加 而能够担任这种会议的秘书长 做主席 公熙华说 这是小意思 学习学习 话是讲的谦虚 口气是蛮大的 他说这是一件小事 那天下还有什么是大事 根据上面这一段 我们还可以看出来另一方面 子路等人的报复思想很了不起 但总离不开自我英雄主义 我可以如何 我要如何 而且都偏于从政治着手 但曾希就不一样了 同样系统大同世界 但成功不必在我 而着重于文教方面 真正说到了孔子的心事 所以孔子感叹 无欲典也